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AVMATRIX Shark S4 Plus 的这个menu 英文选单 我们看一下他的英文选单 来讲解一下他的英文选单 我们放大这个区块来看一下 好 我們再用中文來對照一下 有沒有看到 第一個 我們看到的就是轉場 你比對一下中文這邊 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轉場 那我們看一下 看一下轉場 確定我們進來看一下他的樣式 有哪一些 等一下 移動過來看一下 看一下有哪一些 好 OK 好 這樣可以看一下 對照一下 他可以選定樣式 那你 你可以選定他的他的你要用的樣式 再按一下 好 那個樓邊 10% 這個是樓邊 一般就是正常就可以了 這個我們不用去跟他 跟他去 做一些變化 然後他的底色 底色我們用選用黑色 那你也可以選其他顏色 在這邊選 一樣就是按你這一個menu上面的確定鍵 去做 選 選取 那速度 轉換的速度 現在是1 speed 1 speed 2 那 12就在這 speed12 有沒有看到 1和2 那你可以設定秒數 那你對照到你的鍵盤上 speed1 speed2 那第一個就是0.5秒 那第一個就是0.5秒 第二個就是1.5秒 你可以對應到你的鍵盤上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 退出 第二樣是 第二個是上游鍵 就upstream key 上游鍵就是屬於lumina key luma key 就是亮度的這個去背 還有這個kulama key 我們進來看一下 這邊 因為你現在沒有你的來源所以我們 在這裡沒辦法調 你看他是 第一樣是luma luma就是亮度 去黑 去白 用亮度來區隔 去去色 那 那 看來下面這裡叫kulama key 有沒有看到 kulama key這邊就是kulama key就是去綠 或是去藍 這邊可以選 RGB有沒有 這邊都可以選 那你看 我們現在 去的是以綠色為主 你可以選 有沒有 去綠色 然後 Key color Custom 你可以選 自己要去的顏色 你看藍色 綠色 紅色 有沒有 看你 你的背景是什麼啦 那你自己去選 那現在是 選到藍色 等一下 要選綠的 我們一般常用綠的 好 那這個就是你在去的時候調他的細節 哇 啊 這都可以 Difball Mask 還有 他可以遮罩 遮邊啦 就是說假如你這個中間 這個太大的話 你可以把旁邊的雜物去掉 喔 這樣可以遮邊啦 啊 看你遮的範圍 幾趴 有沒有 這邊都可以 好 退出 過來看 DownStream Key 好就是 DSK啦 DSK DownStream Key 一般我們就是會弄一些 像這個名稱啊 或什麼一些圖卡上去 然後 他一樣是去底 他其實也是去黑色 下沉的去 然後 或是去白色 一般都是去白色啦 因為你會用到黑色的字 然後 可以把圖卡 弄進來 進來 看一下 image key source 然後 這邊可以選 你要key的來源是什麼 好 看是 輸入一輸入二的來源 你要把他key掉 好 image 一般我們是image 就是圖片啦 用圖片 好 這個 可以 我覺得可以自己玩 你看他可以mask mask 左邊 上面 右邊 mask就是遮罩啦 假如你的圖有這麼大 你左右要遮住就用這個 right lab 上面 partum 下面 好 上下左右你可以把它遮掉 好 好 然後過來是Logo Logo我們現在沒有 弄進去 你這邊設好可以在鍵盤上 按 Logo他就跳出去了 那 我們看一下 現在是off on air pgm 這邊 我們現在是沒有在使用啦 Logo 選擇 有沒有 可以在這 這個什麼 圖庫裡面去選你的Logo 那你可以輸入 你看 我放一張 放一張Logo進來 等一下 你要先把 USB裡面放一些 鏤空的圖片 在你機器右側這邊 右側的USB 不是 不是那個 後面的 是右側這裡有一個 專門給你送圖庫的 按下去 然後 可以加 加一個 你看 他就會找到了 有沒有 好 然後我這邊 一定要用英文或數字的檔名喔 中文檔名不支援 那我這裡有一個DV World Live的 有沒有 JPG 不可以 JPG不可以 JPG無錄空 IPNG啦 Logo 這個Logo2 IPNG檔 有沒有 你看 JPNG就進來了 剛才JPG不行喔 然後 我現在 選 選他 好 選他 等一下 我跳出來的Logo 就是 這一個 好 退出來 我們試 我按一下Logo試看看 Logo 來 看一下 哇 Logo 有沒有看到 嘿 然後過來 來 我沒有 On L 要按On L On L就是播出了 你看 我Logo就在那 有沒有 好 那你要調Logo的話 這邊 我看一下 好 這個已經選了 我看 Logo的 位置 大小 都可以喔 現在Size是1.0 我看 可以可以小 有沒有 哇 哇 選小一點 小一點 大一點 也可以 1.2 現在是1.3 太大 Logo一般沒有那麼大 差不多 0.7 那你會不會太上面 太上面的話 我們就調這裡 有沒有 XY 走 這邊是左右 有沒有 左右 好 來 Y走 上下 下面一點 上面 99 太靠近了 差不多97 OK 喔 這咱的Logo位置 那你可以在 preview這邊調 我先不要 onl onl 先不要按 先在你的preview這邊調好之後 再給他按 onl 再讓他出去 你不要在那邊 已經onl onl 就是播出 鍵盤上有 onair 鍵盤上有 Logo旁邊有個 onl 你先按Logo 在preview這邊 做調整 然後你需要 播出去的時候 然後加Logo 再按紅 L 喔 不然你 播出去還在那邊調 就不好 喔 Logo大概是這樣 喔 好 退出去 我來看一下 Audio Audio 來 看這個 Audio Audio就是音頻啦 聲音啦 對照一下 對照中文家 看一下 Audio就是音頻 好 我們進來看一下有什麼可以調 音頻這邊 你看一下 第一個是 Master 主控啦 主控 其實對應到我們鍵盤上都有 鍵盤上 喔 左上角 鍵盤上 Master MICE Mic 12 然後 In 就是你輸入的 1234 都可以聲音跟隨 那你可以不要他的聲音就不要給他打開 就不要給他打開 好 我們進來看一下Master 好 有沒有Master一定是On 你也可以音量可以 再把他加大 你也覺得音量小 我再加大一點 好 加個2db 意思意思 然後 然後 輸入1 就影像輸入1 的聲音有沒有跟隨 AFV 就是 Audio Follow Video 就是 聲音跟隨影像 那你要不要跟隨 那不要的話就可以把他取消 那有一個Delay時間 那你假如說有Delay你可以在這裡調 影音同步 影音要同步 在那邊可以調 1234都一樣 有沒有看到 輸入1 輸入2 輸入3 輸入4 我們有 4個輸入 然後麥克風 看到一下麥克風 麥克風 On 就是有打開 有沒有 On 就是打開了 我們現在在後面我們機器後面有一個麥克風 1和麥克風 我們現在麥克風 的模式你可以選 用麥克風還是用Line 你如果音控一邊還是音響過來 用Line就是選 我們現在是用麥克風 然後聲音音量 還有Delay都可以調 然後一樣麥克風2 有開著 看你要選Line都可以 看是要Line 自己可以選 很方便啦 這一個是耳機 耳機監聽 這一個是耳機 那有沒有打開有打開 -24db 然後聲音的來源是 主聲道 總聲道 Master 你也可以單獨監聽 1234或是麥克風的 一般我們當然是 比較都是選Master 主要的 來 Layout Layout Landscape 好 退出 看的一個 Audio過來就是什麼 Marty View 畫面監看 多畫面監看 進來看看 喔 這邊插 喔 喔 配型就是這個啦 喔 我們不用玩他 來來來 再進來 Landscape 等一下 喔 Marty View 好 這個 Input 1234 喔 這都關掉啦 那都不用插他 Audio 這都有 就是我們 健康畫面有沒有顯示這個 聲音啦 還有 輸入的那個 Input 的 顯示 這些都有 這個我們不用去調他 喔 就是主要我們健康畫面上面的 訊息啦 你要讓他出現哪一些 都有 顏色可以調整 Interface 這個就不管他了 過來是 Media Library Library 就是現在媒體庫啦 媒體庫就是 我們可以 用USB 把這個 把我們一些圖片LOGO什麼可以放在我們的 圖庫裡面 來我們進來看一下 第1個 進來 ColorBar PGM的 Botons ColorBar 因為 第1排 第2排 第2排1234 第2排1234 第1排第2排 第2排 第1排是 PGM嘛 下面那一排是 PVW 對不對 這個的話 你可以 在後面有一個 PATTEN 你如果在 PGM這排 PATTEN 你是要用 ColorBar 我們現在是用ColorBar 所以你看 我們上面有ColorBar 你也可以選 顏色1 2 你可以藍的 白的 或是圖片 我們現在選ColorBar 好 IMAGE IMAGE LOCAL IMAGE CAPTURE 你可以截取的影像 然後Deeple 就是 原始設定的 圖像 好 假如你用圖像的話 好就是這樣 就是可以 自己選 Color1是什麼 你 你看Color1 它的顏色 你也可以調了 不一定要 它內建的 那幾色 你看 PGM 比如Color1 有沒有 Color2 IMAGE 對不對 ColorBar 好 Color1 這是 剛才是白色 藍色 你如果要白色 你可以在這裡改 其實那個 比較少在用 來 IMAGE 這裡 加 LOCAL 有沒有 LOCAL IMAGE 進入 就是圖庫 這個加 你把它算 左右 有沒有 每一張空白就有加嘛 你把它加 我來 圖檔一定 我剛才還要說一次 英文或是數字 不能用中文檔名 我隨便加一個 比如加一個 這個 你看進來 哇 好 第二個 我再加 他可以加滿這裡 16張 加一些圖片 JPG 別一個 JPG 就可以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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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一個 加一個 100g 4 這一樣 好 那這樣我們圖庫裡面就有 那怎麼用 退出 圖庫加 吼 圖庫加 你這邊 image 有沒有 preview 這次 我們用image 對啊 所以你啦 圖庫加preview preview的partum preview的partum 現在是選這個 所以你愛得到 在我們這邊 他現在紅的就是說 你按下去那個image 就是這一張 那我現在要換一張 好 好 這個 然後他右邊選擇 對吧 select 確定 就變這張了 你有沒有 就跳出來了 有沒有 就跳出這一張了 等一下 這裡 有沒有看到 啊 你如果要 另外這張 選擇 好 就這一張 但是這個太小張了 你要做一個 1920 1080 的滿版 齁 像這個就不是 滿版 齁 你看 比較小張 太小張了 所以你 你要去做一張 你要做底圖的話 一定要做 像我這樣 這個把它做滿 齁 1920 1080 齁 對 select 齁 你看這張 我做那個 直播的 那個 這個 開頭的圖檔 齁 就這 好 我現在這位把你選回去 這個是他內建的齁 給你練習 所以 做一個 鳥這樣 那個 荷 讓你去做練習做 Key 好 圖庫就這樣 就說 你在這個 Pattern 有沒有 Pattern Pgm pattern Preview pattern 你回去看一下你的這個鍵盤上 有一個 Pattern Pattern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啦 那個把它刺下去 現在Preview的Pattern刺下去 就是剛才那張 Pgm pattern按下去就是colorbar 那你當然都可以改啦 但是都在這裡 然後圖片 圖片就在這裡齁 剛才跟你說的 圖庫從這裡輸入進來 你若要 不然用圖片 要用底色 就有 兩種顏色 你可以 調成黑 或是調成白 都可以 好 這樣了解了齁 好 退出去 輸出 output 輸出 來看一下 對照一下中文的 輸出 output output 就是輸出 加 Interface Martiviewout 就是我們現在的這個 MV 就是 Martiview多畫面輸出 吼 就是你如果後面有一個 MV的輸出就是這個啦 吼就是 你也可以接到電視 另外一個監看螢幕 一樣可以看到我們多畫面的 Pgm的out Pgm就是 播出啦 所以說 我們現在還是設Pgm 沒有去動他 你可以更改他的 訊號源 等於是說 你後面那個插座 Pgm的輸出 你可以改做任何一個 有幾種 有一個clean的Pgm 都沒有什麼疊什麼東西 就是乾淨的 畫面出去 那什麼preview 你可以改變他啦 但是 一般 我們不會去動這個啦 除非像我現在教學 我才會送出 Martiview 所以來 這個就是 Encode source Encode source就是 我們編碼的這個訊號源 就是 要直播啦 像我上網錄啦 還是要上 Streaming 要上網的這個訊號 就像你現在在 我現在錄影這個畫面 就是OBS畫面 就是 把它改做 Martiview 就是 我 上網的訊號改成Martiview 但是你不要這樣用喔 你還是要改回Pgm喔 你如果要直播 不要這樣用喔 你看我改回來 喔 啊 這 現在是用Martiview 因為我要教學用 所以我 我才送Martiview 正常的情況下 是在Pgm 所以我 錄 錄完這個教學片之後 我會把它改回Pgm 好 現在還是 Martiview 然後Streaming port 我們現在 Streaming port 就是 我要上網喔 就是 那個 串流的時候 輸出 我是要選擇哪一個 我們現在選擇 是什麼 網路的 然後你可以選USB USB Type-C的輸出 那我們現在是 選網路輸出 所以你要 你要接OBS的話 可能就要用這一個 用USB 那 接網路 像我OBS我現在是用網路 連過去的 好 輸出的 形式 Frame rate High 我們用High 然後 格式是 1080P60 Martiview也是1080P60 YUV 顏色 我們一般 顏色都YUV的 MV卡都是 所以我們輸出的 格式 輸出的格式 在這邊選 然後 FTB 就是 Fed to Black 就是我們要結束的時候 最後 最後要結束的時候 你可以按一個FTB 它就會黑 好 要試一下 好 我們現在來看到 這個 蠻重要的 就是 編碼 編碼的設定 編碼的設定 幾妹幾妹 BigRay 就是 它的流量 來 一般這10里 所以 這個不是 錄影的BigRay 這個是 後來我看了一下 是 上傳 就是你要上網的 這個 壓縮的 這個比例 所以說 一般我們上網 YouTube或是FB 大概8或12 最高12吧 16 但是 要看你的網路環境 所以 一般用8妹是 比較穩 所以說 他一般來 他就幫你射到8妹 那你網路環境好 你可以射高一點 8到16這樣子 那這個格式 我們都不要動他 1920 1080 60 也可以選30P啦 實際上60P是比較順暢一點 啊 那聲音256可以了 最後在這裡 Save這裡 一定要把它 按下去 就把你上面 設定好的數據呢 把它 處 你更改上面任何一項 他都不會記憶起來 一定要把它存起來 所以這個要注意 好 那Streaming 這個部分呢 其實我們在這裡是 沒辦法設定 只能開或關 但是沒有意義 這個部分要到我們這個 電腦上 他的界面去設定 那這個就是說 你可以有三個串流點 你要去YouTube一個 FB一個 還是另外一個 就是說 他可以同時三個點 做 這個上傳 這個要到電腦上 這裡沒辦法 這裡只能看 然後 錄影的格式就在這裡 他就是MP4 那實際上我們這邊錄影都是1080 60P啦 所以他自己會調配他的碼率 調到最高的碼率 那你要錄到哪裡 Record2 REC2 TO就是 USB還是SD卡 那我們選在 USB 那要不要附寫 這個像行車記錄器 滿了他就會重 複寫 重複寫 那一般我們是不要要這樣用 不然你把前面檔案都蓋掉 千萬把他關起來 現在是關的 一樣你設定好 一樣是save 就是 更改過數據都有一個save 這兩項都有save 所以你要save起來 然後 這個就是說 你新的 隨身碟要裝進來 或是sd卡 你在這邊可以把他on formate一下 他格式化一下 會比較相容 有一些卡 他不能錄或是讀不到 你就把他formate一次 就可以了 好 好 Streaming record這邊講完了 過來就是 最後就是系統 系統設定方面我們進來看一下 他的語言 因為目前 這個版只有英文 然後 Panel mode 這個都其實都是自動 像這個電扇自動 電扇的 Fan Fan就是 風扇啦 風扇的設定 這邊auto 這邊是 就是 重複 重複 reset reset 那我們一般你可以這邊 最下面這個 就全部reset 我們先把關掉 你要reset的話 他就歸零 就是 設回原始設定 download現在沒有 沒有東西download 現在版本 這一台的版本 從這裡可以看 什麼版本 萬一要更新他會問你是什麼版本 你可以從這裡看 可以出 download 現在沒有 download 他這個 QR code 叫你自己上去看 是在 LC 就是我們這個 顯示面板的一些亮度什麼設定 就在這裡 然後 時間的設定 年月日 幾點幾分 這個 這個我們有 這個現在我們 network 沒有在營啦 在營 IP他會顯示 看一下 IP Dress 像 像 其實我們之前已經接好了 假如 你要去接那個 網路的話 等一下我會設給各位看 就是接我們那個電腦的話 電腦的話 你接上網路 就要看這裡 就要看這裡 就是IP這裡 network 就是網路的 設定 這邊 他會有一個IP的 地址 現在你看我沒有接 因為我現在把訊號接給 電腦OBS 所以他沒有顯示 啊 那假如我沒有接到OBS的話 他就會跳出來 啊 好 現在就是 設定大概這樣 面板解說 就是他的 這個 大概就是這一些了 Menu 台語啊 細部我們要怎麼去連那個 我們等一下來講這個 東西 怎麼樣 從 網頁上 開這個 連結 好 我們把這個 IP位置 192168 1.104 打進瀏覽器之後就會跳出 Everymatrix的這一個 電腦控制界面 那你在notebook或桌上其實都可以 那首先要求用戶名和 密碼都是 A D M I N 他內建的就是 A D M I N 然後你可以選 簡體中文 好現在登入進來之後呢 可以看到 左邊這邊就設備狀態 編碼 編碼設置 留服務設置 錄製設置 還有系統 我們先看一下 設備的狀態 他可以看你現在的網速 好 然後 內存 CPU 溫度 好那這一個就是推流的狀態 因為目前我們還沒有推流 所以他都沒有顯示 好這是一個狀況的顯示 我們看 這邊是 編碼的設置 編碼輸出 我們現在用 網口推流 Lang推流 那你要用USB 就是Type C 這邊你就選 這個 好那我們現在是用網路推流 那我們推流出去的分辨率是 解析度是1920108060P VBR 馬率的上限8Mbps 你可以調到12Mbps也ok 那不要調太高 不然你要 要看你的頻寬 那編碼是H.264 OK這都沒問題 好 音訊就是256K 音量100標準 好 這裡就是流服務設置 這個 就是要看你看 他有三個RDMP和RDMPS 的三個 平台可以去做推流 那什麼設定呢 添加推流 第一個 我們先按這個鉛筆這裡 點下去去設置 那你這邊 譬如說 我們給他設定什麼 這個叫FB好了 FB FB 然後這個位置呢 你要去Copy過來 你要把他的推流位置 和 金鑰匙 Copy在一起 那怎麼Call 那我們FB的 我們先進去FB看一下 FB 直播視訊 開始直播 這邊 進去之後呢 來各位可以看一下 串流 金鑰匙 進階設定 伺服器位置 先複製 看到嗎 伺服器網址 複製 來 把它貼起來 貼上 然後 再把你金鑰匯 貼在他後面 所以要連著貼上去 確定 OK 然後第2個 我們來設置什麼 YT YouTube YT 好 然後我們打開YouTube 看看 這邊 建立 進行直播 好 等一下啊 等他出現 OK 看到了 好 串流網址 有沒有看到 左邊這邊 啊 複製 複製串流網址 複製 串流網址 貼上 記得打個斜線 然後 再過來 把他的金鑰 串流金鑰匙 复制 OK 貼到後面去 好 確定 好 現在FBYT 我們兩個都設置好 現在是沒有推流 現在還沒有推流 那 我們這邊 可以開始推流 按下去 開始推流 開 開 開始推流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他有沒有過來 你看 過來了 有沒有看到 現在過來了 現在過來了 你按Play他就出去了 我現在過來了 因為 因為我現在的那個 是把他 是把他設在那個 Marty View 等一下 我output 這裡要改一下 output output encore source 這邊 要改 PGM PGM 等一下 就會送PGM 好 我們看 YouTube這邊呢 你看 有 卡拉爸甩 有沒有 切桌的鳥 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 喔 有沒有 兩個平台都有了 你看這個也有了 有沒有 按Play他就出去了 喔 所以這兩個OK的啊 那把 關掉 關掉 不推流了 停止停止 所以這可以三個平台喔 不錯 那我們呢 剛才 像RTMP 這一個 我們可以Copy到 OBS Copy到OBS 去做 他的這個拉流 影像拉流 等一下 我開OBS 教各位怎麼去拉流 OK 好 接下來看錄製 錄製的設置 其實他是監看你現在有沒有 我現在沒有插卡 你的U碟 USB U盤 SD卡 容量多少 錄影模式我們就選MP4了 一般選MP4你要分割或是不分割檔案 每分鐘或是多少分割一次這邊可以選 儲存位置當然就是U盤或是SD卡 這比較單純 那這個系統設置我們其實我們就不會去用它了 這個是工程師的設置 時間我們大概就是 就是跟隨電腦 時區也是 密碼設置你可以重新 舊密碼 然後重新改新的密碼 可以儲存起來 好 大概他的控制介面就是這樣 非常的簡單 好 我們要 在OBS上面 把我們這一個導播機的這個影像用網線 這個網路 區網拉流過來 要怎麼拉 來 看這個 我們來一個 空白的場景 來加 不能用視訊攫取 要用什麼呢 媒體來源 媒體來源 好 隨便 用力 然後 本機檔案這個要把它關掉 取消 有沒有 好 輸入 把剛才我們在那個上面 抓到了這個 COPY上去 1921.8這個 Live AV 這個 然後 順路反衝 可以 開多一點 好 好 好 出入之後確定 好確定 你看 進來了吧 有沒有 進來了 看到沒有 所以 拉流就是這樣 各位可以看一下 他的屬性 有沒有 就是把這個RTMP這一個 就是剛才我們在他那個 看到的 在他這個裡面看到 有沒有 在這裡 RTMP推流中 這一個 這一個Copy起來 然後呢 貼到OBS 這裡 就可以了 好 媒體來源 記得是媒體來源 OK